弟弟,你這次又要幹嘛了?拿那個網子 撈魚 撈魚 之前有撈過魚啊 那你要問爺爺啦,你到時候撈一撈爺爺,又不知道他魚被撈走了 我又沒有要撈走 你只是要撈好玩的喔? 讓他輕輕的撈喔 不然讓魚受傷喔 我要撈哪一鍋的? 撈這一鍋 我撈到了 因為這裡魚太好撈了,他就在小的盆裡面啊 你觀察就好了好不好 不要把它撈起來,撈起來的話他會沒有水,會不舒服喔 有魚卡在上面嗎? 有一隻魚卡在網子上,快點把它放下去 對,這樣子 好 你可以把它輕輕的放在下面,然後輕輕的推上來 但是不要離開水面來觀察魚 這樣魚會比較舒服 就不要讓他們直接在網子上接觸 嗯,這樣可以 就是不要去壓到他們 阿爸也可以,示範一次給你看 來,就像這樣 好,你自己用 你就要這樣子觀察 啊,荷葉的那邊就不要撈好 因為那邊的話,太多荷葉的會卡到網子 你就撈這邊的 哇,這邊也太多魚了吧 對啊 欸,這些都是孔雀魚 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他叫孔雀魚嗎? 因為他很像孔雀 對,因為他尾巴很長 有幾萬塊的孔雀魚喔 是喔 我知道啊 這個是不用那麼貴啦 但是這個也蠻特別的 都是橘色的 爺爺可能有特別去挑吧 所以都挑橘色的 為什麼都要挑橘色的 爺爺喜歡啊 好啦,觀察夠了 然後就把丸子放回去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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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